请深理财快快发财 大家好欢迎收看课新闻 我是莎娜 上市贵9月的营收全数揭晓 以335档前三季赚营去年全年营收的个股观察 电子族群仅占了47% 以法人10月以来买超超过5000张 仅有技嘉、群创、财经等三档个股 其余包括台硕、南亚、长荣、阳明等11档的个股 然而散装轮受到货贵三雄的肌弱不振 股价迟迟未能反映BCI指数的涨价力多 专家表示第四季虽然受通膨的压力 但也有大宗商品涨价力多可期 其中像是能源股或原料股 投资人都可以多加留意哦 分享这则新闻给大家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课新闻我们下次见 拜拜